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当时会特别从南非回到台湾呢 大家好 我是本元光的顺元 当时我太太在南非生了重病 她不愿意接受西医的治疗 在2016年底我带着她及小孩回来台湾寻求自然疗法及身心灵 那么在这一段寻求的过程当中 后来太太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爸爸看的不是办法就带她来的本元光 就第一次接触场域 其实在场域的连结排列 我们常常会发现 任何事情都不是意外 当我们越了解这个生命的奥秘 就会理解 其实我们的命运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滴架构起来 所以问题的点都不会只有一根 当时刚刚迅有说到说 那时候太太生了重病 那时候David老师呢就透过三十个人次来排列她身体背后的力量 因为老师很想要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刚刚说的背后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冤亲在主 那么现在呢就请顺源来跟我们聊聊 关于这个疾病背后力量 当时的第一个连结排列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时授权一个代表我太太 在授权一个代表疾病的背后力量 那时他们全部退出场域 老师就觉得很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问代表们 代表说一群人躺在地上 那他们代表他们是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有一群人躺在地上 因为他们卖了假药 所以吃了假药的人 都躺在地上 或是在呕吐 还是在打滚 甚至有人死掉了 是这真的是很严重的状况 过后来当然也是透过常用的连结排列 跟他们和解了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连结排列 我想你们应该都很难理解吧 他很不能理解他竟然做了这件事 老师告诉他 从你生病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了解 今天为什么你这么年轻 你就会得到这个病 家有高糖 小孩子还那么小 最可怕的是 过去你卖假药 现在你选择不去看医生 选择自然的疗法 而这些自然疗法 对别人有效 但是为什么对你是无效的 反而把你带入更糟的状况 还有前世的原因 你要小心现在 在你身边这些提供你治疗方法的人们 都可能只是为了自己赚你的钱 给出去都会回来自己的身上 是啊 它有一句老话 其实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我们只是不断的在体验 我们给出去的一切 却毫无能力来改变 这个佛说天地至今有五道 就是所谓的这个天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以及地域道 其实分得明明白白 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这个因果报应 是福是祸 都是要自己去承受 没有人可以去代替 给出去善就回来善 给出去快乐就回来快乐 那么相对的 给出去恨就回来恨 给出去痛苦就回来痛苦 我想世元现在 一定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吧 这几年的学习 以及陪我太太走的这一段路 让我深刻感受 人生在世 如不能在有生之年 预先透过学习来改变自己 将来当我们在临终时 面对死亡的恐惧时 我们才开始软弱 才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个时候 我们又能对自己做什么呢 是啊 宇宙的自然法则就是 你给出去什么 就会回来什么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顺元的分享 也期待你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 谁来救救我的故事 我是大梅子 我是顺元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再见